我們是AutoPass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來一個宣傳的講題 然後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AutoPass AutoPass有做一個產品是車麻雞 如果你有在使用開車啊 有路邊停車啊 加油啊 或者是要做停車的支付 都可以考慮使用我們家的服務 那我們家的服務現在除了對C端的用戶 其實我們有給一些B端的用戶來使用 那這邊來做一些介紹 那剛剛有講說都跟一些B端的用戶來合作的話 其實我們除了自家的車麻雞的APP之外 我們也有跟LiteBank啊 Toyota、Lazis啊 像是中友配都有合作 所以說除了用我們家的產品車麻雞以外 你在這些其他的APP上面 也可以使用我們家剛剛講到的 停車加油路邊停車的服務 OK 那現在我們在全台灣的服務場域的話 加油站已經有900間了 我們跟中友的指引加油站 今年2月的時候有合作 然後停車場的話現在大概是600多間 然後路邊停車的話 我們現在是有16個限時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還有在超商 繳路邊停車繳費單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用我們家的APP 你只要在我們這邊綁定信用卡綁定車牌 那你就可以 都不用再管那個繳費單 繳費單就可以丟掉了 OK 那除此之外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家給B端跟C端都有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串接了非常多的一些支付 然後我們家自己也有做信用卡的收單 那剛剛講到就是我們停車場加油站 跟路邊停車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跟充電洗車的一些合作 那這些都是我們有在合作的合作夥伴 OK 那我們家的停車基本上在這個停車場域上面啊 大部分使用都是那種車牌辨識的場域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車子開進去之後呢 你就不用再去繳飛機查你要繳多少錢 你就把車子再開到閘口 這時候再辨識到你的車牌 你就可以離開 然後就不用再去想說繳飛機在哪裡啊 繳飛機有沒有排隊啊 這是我們在使用的服務 然後我們在去年也跟Times合作 在Times上面可能沒有看到我們Logo 但是Times背後的那個線上繳飛機 是我們家幫他們做的 OK 那加油站就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有做 中油啊 台糖啊 就是其實各家我們就有合作 現在有大概900多間 那無獨邊停車就剛剛有提到 我們現在有支援16個縣市了 未來是希望盡可能把全台灣都支援掉 OK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我先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公司其實在技術上面 其實原本是使用Luvian Rails 那其實我們公司大概6年 然後今年也開始在把一些核心的服務 轉向Java的社群 所以今年也就贊助了JCC Conference 那我們今年在做這個服務的拆分在上面 其實我們有導入DDD 然後我們公司使用的後端是會使用Codeling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今天公司在外面有擺攤 可以過來跟我們聊一聊 OK 好 三分鐘要到了 好 最後就是我們現在也有在真人 那之前的話就是我們有已經開過 持續有開過Java的Bag-end的工程師 然後已經有Hire到同事了 那這邊的話跟JCC比較有關係的是 我們Android還是有在Hire的人 那我們未來其實有考慮導向Futter 然後我們在Front-end也有在真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我們公司原本的 就是後端團隊使用的是Ruby on Rails 所以Ruby on Rails我們有在真採 那如果有更多細節想要了解 我們等一下在外面的檀位可以過來跟我們聊一聊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時間還給大會